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刘说说 昨天周五 拜登签署了1.9万亿美元的纾困计划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美国营救计划 其实这个名字起的还是挺阴景的 1.9万亿美元对于当前的美国来说 确实是非常重要和及时的 可以说是雪中送炭 美国的经济要复苏要增长 靠什么拉动呢 就得靠消费 经合组织最近上调了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6.5% 中国才多少呢 我们知道两会刚宣布 6% 这个经济增长率已经很高了 但是也不算离谱 因为去年是负增长基数比较低了 美国也想要实现这么一个经济高增长 好像世界证明 我才是世界经济的龙头 毕竟去年弄得有点丢人了 被中国抄过去了 今年能超过中国肯定是个好事 最少脸上好看一点 对吧 但是这样的经济增长靠什么呢 就得靠消费 美国老百姓手里没钱 怎么消费啊 去年印的3万亿已经花完了 没办法 今年就只能继续发钱 刺激消费 这是现在美国能做的唯一的办法 可能有朋友觉得去年3万亿都没能把经济增长率拉到正数 这才1.9万亿啊 效果能有多大呢 我跟你讲啊 这可不一样的 去年呢 受到疫情的打击太大啊 除了生活必需品 其他的消费啊 是起不来的 很多经济体都没有机会参与市场 比如说服务业啊 有钱也不管用 所以很多纾困的资金呢 就流到金融市场上去了 美国股市涨成什么样 我们都看到了 咱们就不说了啊 今年呢 大规模的疫情 疫苗接种啊 疫情受到了控制 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了 各个经济体呢 有机会参与市场了 这次的1.9万亿啊 有很大一部分会直接进入到实体经济和服务业 是能真正刺激到消费的 虽然钱没有去年多 但是起到的效果啊 会比去年好得多啊 这并不是说税王的水平比董王高啊 而是天时不一样了 董王点儿倍而已 所以我说呢 这一次1.9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 会起到比去年更好的作用啊 是对美国经济的大利好 我在半个多月前有一期节目啊 表达过这么一个观点啊 拜登的1.9万亿 如果说推进顺利的话 美国的经济还会继续繁荣一段时间 那对美国的经济是个好事 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呢 咱们先说结论啊 不是个好事 客观来讲 只有两分好处 剩下八分都是坏处 那两分好处呢 主要是表现在外贸上啊 今年的外贸呢 还会持续景气 但也不是说所有的外贸行业都好啊 有些外贸呢 是两头在外的 严重依赖 进口原材料的也会受到影响啊 我们先来说一下最大的坏处 那就是全球性的通货膨胀 那就是全球性的通货膨胀 我们先来看个表啊 美国去年一年印钞总量是3.21万亿 加上这一次1.9万亿总量已经过5万亿了 光是美国印钞就不得了了 更严重的是全世界的央行都会跟随美国放税 这张表显示了去年到现在 世界主要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情况 最厉害的是加拿大 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了三倍 最少的是中国 基本上没有变化 有一个说法啊 朋友们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去年一年 全世界央行的印钞量超过了2008年以前 人类社会5000年发超量的综合 厉害不厉害 这么疯狂的放水 带来的后果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了 先是资本市场繁荣 全世界的股市都在涨 有些朋友可能想笑 A股不涨 谁说的 A股也在涨 只是这段时间下来了点 接下来就是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上涨 今天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 今天我到超市买东西 连卫生池都涨 只将涨价了吗 大宗商品里面铁矿石 以前我们专门做的一期节目 今天就不说了 最近半年铜涨的也非常厉害 中国铜的消耗量占到了全世界的一半以上 52%的铜都被我们用了 新能源产业 你看发电机带用铜吧 电动车带用铜吧 家用电器带用铜吧 这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 还有原油 玻璃 钢材 你能想到的就没有不涨价 生产企业成本飙升 有单不敢借 零售商还有客体户 其实也是叫苦连天 老百姓收入不好 消费不行 价格涨不上去 甚至为了抢客源还得打折促销 但是原材料价格上涨 利润就越来越小 两头急 快起的人就没有活路了 这就是美国放水印钞 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即使说中国没放水 也躲不过去 只能硬扛 现在这个世界 通货膨胀都是全球联动的 不可能说哪个国家关起门来 不受影响 这不可能 有些朋友可能觉得 美国能给国民直接发钱 我们为什么不直接给老百姓发钱呢 大家生活都挺紧张的 其实我们不是不想 而是不敢 有一句话 大家可能都听过 叫做全民发钱 就等于不发钱 这话怎么讲呢 比如说 大家每个月的工资 都是1000块钱 馒头是1块钱一个 我每个月的工资 能买1000个馒头 现在国家发钱了 每个月 每个人额外的发1000块钱 这样我每个月有2000块钱 我是不是就能买到2000个馒头了 不可能 馒头立即就会涨到2块钱一个 我每个月的收入 还是只能买1000个馒头 这就是每个人发钱 就等于不发钱的道理 有朋友可能要问 馒头就一定会涨价吗 不涨不行吗 不可能 你要知道 到时候是每一个人都有钱 而馒头还是那么多 你不出2块钱有人出 你不出2块钱你就买不着 这个道理简单 我们就不再说了 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个结果 就是全民发钱 生活水平能维持到原样 还是最好的结果 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全民发钱最终的会造成的结果 就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还不如以前 就是发钱之后 我们的生活反而会更差 我这个观点 可能有些人就不理解了 说怎么会更差的 还是拿刚才那个例子来说吧 我手里有2000块钱了 对吧 我要想得到更多的利益 唯一的办法 就是比别人先下手 对吧 趁着馒头还没有来得及涨价的时候 我买2000个馒头 这样我就得力了 现在问题来了 我买走了2000个馒头 这市场上的馒头就更少了 那就得涨到2块5一个了 你们那2000块钱 就只够买800个馒头 以前您还能买1000个 现在只能买800个 你说你生活是不是更差 所以说呀 全民发钱呢 他最终的结果就是 谁先下手 谁得利 谁后下手 谁遭遥 现在问题简单了吧 那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谁会先下手 那肯定是离钱最近的那一批人 拥有资源最多的那一批人 谁呢 金融机构 资本家 有钱人 绝对不会是普通老百姓 有钱人呢 会先下手 抢走一部分资源 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只能够更差了 不可能更好 明白的 这个道理大家明白了啊 明白了之后呢 我们就知道 中国为什么不直接发钱 而是发优惠券的 就我们也不用抱怨啊 美国都发钱了 中国为什么不发 没办法 美国是天赋一饼啊 人家有的条件 中国是真没勇 这个羡慕不来的 美国的天赋一饼呢 其实就是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 世界货币的地位啊 人家发钱呢 是全世界承担馒头涨价 美国的馒头肯定也涨价 但是绝对不会涨到两块啊 有朋友说美国没馒头 这个不重要啊 人家发钱呢 是真的改善生活 刺激消费的 中国发钱 钱就全烂在国内了 最终遭殃的就是老百姓 说到这儿呢 大家对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推进一带一路啊 应该理解的就更深了啊 人民币如果能成为世界货币 也能极大的缓解国内的通胀 我们也敢发钱了 人民币国际化 这个话题我们以前说过很多了啊 今天就不再说了 但是啊 即使是美国的天赋一饼 也同样能印证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理论啊 美国去年呢 是多印了三万亿美元 全民发钱 结果怎么样呢 到现在穷人还是穷人 没见一丁点改变 但是有钱人呢 钱更多 同时呢 美国国内的物价也涨上去了 说这个可能有人反对啊 说美国的通胀不高啊 美联储还说过啊 通胀不到2% 不考虑加息 你说连2%都不到 怎么能算高呢 我们多说一点啊 其实可能有很多朋友不知道 美国的通胀 盯着叫核心通货膨胀率啊 这个指数呢 它是不算食品和能源的 换句话来说 就算是吃的食品 汽油涨到天上去 通货膨胀率也不高 就像中国的CPI 不算房价的 我们这些年CPI呢 都不够 但是房价呢 涨到天上了 话说回来吧 你不算房价呢 还能过啊 你买不起房 我租房吗 对吧 你不算食品怎么说 我总得吃饭吧 就明年如果说 经济正常了 政府不发钱了 美国普通人的生活呢 还不如以前 那不管怎么说吧 1.9万亿呢 现在已经形成法律了 就要执行了 世界各国的央行 大概率还是会跟上 那我们怎么办呢 接下来简单说一下 中国的应对措施吧 第一个方法呢 硬扛 中国不跟随放水 这个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啊 别人印钞呢 你又管不着 那就只能硬扛了 就这些年的发展呢 金股也确实硬实了一点 也扛得起了 如果说放在08年 那肯定是扛不住的 第二个办法 内循环 以前呢 我们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啊 太高了 06年的时候 甚至高达65% 就国民经济的发展呢 严重依赖于外贸 那个时候啊 如果说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 我们直接就被打残了 毫无还手之力 另外呢 挣来了大量的外汇啊 又造成了人民币的抄发 就是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啊 当时中国积极购买美国的国债啊 又跟随美国一同放水 都是没有办法 美国的经济如果不好 我们的对外贸易就不好 如果说不跟着美国放水 人民币升值了 那对外出口受阻 国民经济也受不了 现在呢 倡导内循环 就是吸取了08年的教训 国民经济通过国内的自我循环 能够保障最基本的安全 受外部的影响能够小一点 更重要的是通过内循环 建设国内的消费市场 第三个办法就是 坚定不移的大搞基础设施建设 壮大制造业 搞好产业升级 让制造业往更高端发展 这一点很重要啊 我们还是联系超发货币来说 其实呢 超发货币要一分为二的来看啊 货币超发肯定不是个好事 但是我们还要看超发的货币干什么了 就拜登政府这一次的1.9万亿美元 如果说真的促进了 美国世界经济和服务业的发展 加速了美国的复苏 或者说是用在了教育上 培养高素质人才了 那这个货币超发的就有意义 就是个好事 如果说这笔钱还像去年一样 大部分都流到了金融市场上 那就是坏事 资本通过金融市场很容易就能挣到钱 哪有心思去做实体呢 只能造成实体经济的进一步空心化 就光剩一个繁荣的泡沫了 一旦有一天泡沫破裂 那就一地几毛 啥也不是了 中国在08年超发货币也是非常严重的 后果大家都看到了 房价物价都飞涨 老百姓以前是家家有预粮 现在变成了家家有负债 生活压力也是越来越大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高铁 高速公路 农村改造 村村通 这些基础设施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是从08年开始的 货币大放水 修建的这些基础设施 这些年发挥的巨大作用 我们就不多说了 只说一点 现在再想修这些基础设施 比08年你再多花十倍的钱 也修不起来的 最后咱们还是看一下 这1.9万亿美元 美国营救计划 还透露了一点 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这一次1.9万亿美元 在国会表决的时候 很有意思 民主党的预言全票赞成 共和党的预言全部反对 参院投票的结果是50比49 众院的最终结果是 220比211 这说明了什么呢 就是美国的政客 在考虑这个事的时候 并不是考虑1.9万亿美元 对美国有利还是有害 也就是说 根本就没有考虑 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 考虑的是什么呢 党派纷争啊 要不然你怎么解释 这投票的结果如此敬畏分明呢 这种把党争建立在国家利益之上的做法啊 让我们想起了明朝末年和当年的国民政府 其实不光是美国政界啊 这民间也是一样的 拜登签署这项美国营救计划之后呢 发了一个推特 下面呢有美国网民的评论 我截取了一个网民的评论是这么说的 那些认为特朗普还是你们总统的人 也不要结束这张支票 你把他退回去 找你们的川大统领要钱去 这应该是代表了很多美国人的态度啊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啊 我认为你就是再发19万亿 也解决不了问题 一个国家和民族啊 无论你处在什么状况 只要心往一块想 劲儿往一块使 那总是有希望的 一旦陷入到这种内部分争啊 前途堪忧 中国历史上这种教训呢 已经几千年了 好了朋友们 今天我们就暂时说到这儿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